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這一連幾天啊 我在脆上面發表了關於 對王志安的評價 那昨天有很多網友敲碗希望 我做一集影片來講出來 那終於等到今天啦 這個王志安啊 他是一位旅居日本的中國網紅 那我也是忍了他兩年啊 從流浪氣球那個時候 我就覺得王志安這個人有點問題啊 那今天一次全給說出來吧 他在推特上反攻圈的迫事 我也順便說說 那王志安最近是來台灣官選對吧 那他爆開的原因是他上了賀瓏的節目 在上面嘲諷模仿民進黨 不分區立為陳俊翰律師 那事後還指這是民進黨煽情作秀 你如果不把陳俊翰列為不分區安全名單 民進黨就是作秀 是吧你把殘疾人士當作競選的工具 然後呢他現在這個風向一直在打 是民進黨的錯是 民進黨的問題 他根本沒有在講這個所謂的殘疾人 也沒有在嘲笑殘疾人 沒關係這個邏輯我等一下給大家 屢一屢 你們中國的用法叫屢一屢對不對 OK 結果我在爆開的當天啊 他還在推特上發文嗆 他一直以為陳俊翰律師是王毅川 所以大家在說什麼強救王毅川 是在搶救他 他最後把這個推特改掉 才改為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的這個 陳俊翰律師 你看荒不荒唐 他上節目的時候 這個律師叫什麼名字 他都沒搞清楚 一個從來沒有自主性投票的人 沒有真正參加到投入民主選舉的過程中啊 不管你是選舉人啊 投票人啊 你通通都沒有參與 對吧 而且即便你有參與也是在中國那種 學校的那個領導啊 學校的班主任啊 學校的這個輔導員 拿票叫你投給誰 這個小區的人大 村幹部村長你要投給誰 對吧 這個我相信你自己心裡也清楚 所以你到底有什麼資格善效我們台灣的選舉呢 我們台灣才剛民主化二三四年 我們旁邊還有一個龐然大物叫中共 一直在對我們文攻武嚇 一直利用我們的民主自由 來讓我們的民主自由消失 只是我們每次都守住成功了對吧 而且他還在推特上 故意把矛盾放在民進黨身上 說民進黨綁架了我們台灣人 民進黨不代表台灣 對啊你說的沒錯啊 什麼時候說民進黨代表台灣了 我們在講的不是你幹不幹民進黨的問題 你搞不搞得清楚狀況 今天哪怕你在節目上善效任何一個聲障人士 你都會被台灣人譴責啦 而王志安還刻意把這種失言啊 不尊重身障當作是民進黨在迫害言論自由 對吧你的粉絲也這麼認為 你知道什麼才叫做幽默嗎 你要取得當事人的同意耶 或是當事人自己取消自己 像是你看陳俊安律師 他就說你模仿的不像 因為我的手是不能動的 你模仿的手是有動的 只有他可以做出這種自我嘲諷的玩笑 你沒有資格 而按你們這麼說啊 民進黨推他出來 是故意煽動演戲 民進黨的每一場造勢都會請 不同的部分區立委 上台演講 來講述他們的願景 跟國家的政策 以及他如果能夠成功進入國會 能為我們這些選民帶來什麼法案 然後這被你們說成是三情 那請問是不是不要讓聲障 部分區立委上台 來說自己的觀點 因為他是生障 所以他上台會被你們說三情 那如果不讓他上台呢 好像也說不過去吧 因為他是 不分區立委 他還是要上台說一下 他對國家的政策跟願景吧 難道就因為 陳俊安律師他是 生障 他上台演說就會變成三情 你知道我佩芙他的點是什麼嗎 他高學歷啊 他跟霍金一樣 身體都動不了 但腦子卻比我們身體正常的人厲害很多啊 腦子也很清楚啊 如果民進黨推他出來三情 他自己不知道嗎 大家看到的是一個 屹立不搖的人 高學歷的人 他站出來想為我們台灣人做事 這是我們看到的 但你們先看到 在乎的重點是他是生障 所以他上去講話他三情 我們並不是因為他生障才投票給他的 難道說把他立委不分區第一名 那你要說這個 你搞 你是因為生障所以你搞這個特權 怎麼做都不對 怎麼做都要人罵 大家有沒有發現 在王志安說出這個言論之前 不會有人特別去支持 王志安說 民進黨推這個 所謂的身杖人士是三情 現在反而有些所謂的 白銀的支持者 甚至是藍銀的支持者 說這件事情 你們想一下 如果沒有王志安的話 你們根本也不會覺得這是一個 所謂三情的事情 對吧 因為這是很稀鬆平常的事情 他就是一個立委候選人 就是這樣 那為什麼 這個中國大外宣 講這個之後 讓我們台灣現在撕裂了 想一下這個問題 他在凱道的那場我有去參加 在他之前也有很多不分區的立委 有上來講他們自己的願景跟政策 他只是其中一個 他上來並沒有在那邊哭哭啼啼 他上來也是講他的這個 政策跟願景 然後呢 被你們說他是出來哭哭鬧鬧的 參與政治是每一個公民的權利 不管他是不是身上 參選貢獻自己的專業知識 勇敢的出來表態 這都是非常值得贊取的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你說的所謂 綠共綠共的這個言論自由 去年中國效果娛樂 我們節目講過 House在節目上說 野狗作風優良能打勝戰 簡單來說是這樣的 這個是在暗喻所謂的解放軍對吧 而且聖上也說過這種話 所以他被沒收了 所得132萬人民幣 並同時罰款了1335萬人民幣 而且House 無限期停演 你想想啊 你王志昂可以在中國上節目公開嘲諷中國人大代表或是官員嗎 因為你們沒有 競選這種東西啦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列舉 你們國內的什麼不分區人大代表 你們沒有這種東西 你們都內定好 所以我只能用當選的官員來舉例 天天跟那個在野黨喊一樣的口號 綠共綠共 綠共讓你來台灣 綠共讓你平安的離開台灣 綠共讓你上節目消費民進黨 賀龍團體這些人怎麼沒有被消失 怎麼沒有跟House一樣 還上什麼月月鳥的影片 還讓他上喔 竟然沒有被格子調查呢 民進黨竟然沒有介入說 我雖然跟你拍這個片是先前的 但是現在發生的是你不准給我上 民進黨竟然沒有 動用他是共產黨的這種 權力 去限制他們不能上月月鳥的影片 綠共 而王志安的某部分粉絲 基本上也沒什麼普世價值 跟粉紅一樣 甚至就是粉紅 一樣 認為侮辱他人善效聲障是言論自由 對吧 我頻道也做過類似小粉紅言論的影片 就差不多是這樣 所謂言論自由是人民對政府的監督言論自由 不會因為批判政府 而遭受到 牢獄之災 王志安你不懂嗎 你懂 你壞 那你的粉絲懂不懂 這就不得而知了 所以他粉絲會說你看台灣也沒什麼言論自由啦 那我跟你說啊 真的沒有言論自由的話 那些小草啊 那些韓粉全部已經在勞改 在入獄了 可能在蘭嶼在綠島 種田 有嗎 沒有耶 但事實上他們還是天天罵政府啊 對吧 一目 等你們 吃吧 所以 他們帶的風向就是台灣啊 那些歐美民主國家 也沒有這麼好啦 那跟中共一樣爛 那大家就沒有什麼區別啦 那民主好像也不過如此啊 那我們撇開這個來說 那起碼中國是我出身長大的地方吧 中國好像有一些高樓大廈還蠻小的地方 我們價值觀又近呢 我是不是還是愛黨愛國好了 那王志安啊這個人啊 有著大中華大一統 富權大男人主義 知識盛高 我2022年流浪氣球的時候就覺得這個人啊 非常有問題啦 默默地觀察他的推特 結果發現啊 很多什麼歧視女性啊 幫這個 鐵鏈女 他所謂的老公 董志明 拐賣他的那個洗地 幫整個拐賣文化洗地 幫唐山燒烤洗地 還說了啊非常非常多惡性事件都在洗地啊 而他基本上天天都在看不起海外的反攻圈 他知識非常的盛高 不管是個人的反共 或者是團體的反共 他都看不起 多數啦 也常常用語言去挑釋反共的女網紅 常常在推特上跟 那些人撕逼 那這個就好笑了嘛 這不就跟中共一樣嗎 你看中共天天說 日本仇視我 韓國仇視我 美國滷華 英國滷華 台灣滷華 哪哪哪又滷華 菲律賓你又滷華啦 結果呢 我們這些國家互相之間啊 都不會去互相攻擊 我們不會去罵菲律賓 我們不會去罵日本 我們不會去罵什麼越南 所以啊 到底 誰才是挑起紛爭的那個人 就是你啊 而王志安也是因為啊 在中國節目做不下去啊 第一自己仕途不順啊 而 聖上的管控也越來越嚴格了 所以他論到海外啦 那他在論到海外之前呢 其實也求過情啦 那王志安支撐王菊 但他根本就不是菊處長級別的人啊 或許吧 他想要在中國能當到這樣的官位 而王志安長期的言論啊 根本不反共啊 他甚至認為共產主義比民主國家更優越 有糾錯機制 他也一直覺得 民進黨想要讓兩岸戰爭 兩岸戰爭之後他不管逃走或是投降 反正台灣會有一些人啊 去組織這個人民政府然後宣布投降跟中共談判 所以民進黨在往這條路去走 所以民進黨賣台 他的言論就是往這個方向去走嘛 那至於為什麼海外很多反共的華人會支持王志安呢 雖然王志安看不起你們 但為什麼你們支持呢 這分幾個階段啦 我們先從小粉紅階段開始說起 這是第一個階段 就是你還是小粉紅思想 你論到了海外 對吧 你還是這個支持共產黨的這種思想啊 那你自然看到王志安這種言論啦 你會去負荷他的 因為他主要也是賣反空圈的人嘛 那第二階段是什麼 反習 但我不反共 有著大一統思想 台灣是不可以被分割的 王志安自己就是屬於這樣的人 對吧 他是反習啊 他討厭身上啊 身上害他在中國沒有辦法混啊 但他不反共 那第三階段就是 我反共 那我也反習 但 我有大一統思想 就是所謂的民國派啦 不過這個大一統思想 是華統 具體是不是華統 他們認為也不重要 主要是不要共同就好了 所以呢 以後統治大陸跟台灣的這個國家或是政權 不要叫共產黨是誰 都可以 而台灣自古來 是我們 大陸的一部分 這是第三類人 那第四個階段才是 反習 反共 也尊重台灣人選擇 甚至支持台灣要脫離大中華大一統 這個死循環 所以分成這四個階段 所以大家 那你們應該不難理解 為什麼王之安有這麼多的粉絲對吧 因為前三個階段的受眾 大部分是吃王之安那一套 第四個階段基本沒有人吃他這一套 我在歐洲遇到不少他的粉絲也聊過天啊 基本上屬於第二階段或第三階段 因為第一階段我根本不會跟他接觸對吧 台灣人不要覺得他反共 首先我2022年開始 看他推特的時候 至今他在推特上時不時的 會貶低台灣人 會去貶低台灣的一些東西 民主國家也不過如此 印度也不過如此 美國也不過如此 印度啊 學學中國吧 還可以控制好呢 還說中國官員數字高 對吧 痛恨台派 還有他有那種早期國民黨高級外省人 看台灣人那種味道 讓人家很不舒服 你要知道有一些人 一旦台灣真的越來越是台灣人的台灣 對於他們來說 是非常傷害他們的感情的 因為有些人反共回不了中國 那全世界最大的中國城可能就只剩台灣了 如果台灣又變成了台灣人的台灣 那唯一跟我或是跟 這個所謂的 我幻想的那個中華民國 我求海棠有連結的 如果他變成台灣人的台灣 那我就失去了這個 同個語言的感情 那我心裡會很崩潰 我一生大一統信仰會破滅啊 這是一種毀滅性的打擊啊 所以我說了嘛 像是第四個階段的人基本上 都會反他 像我認識的加拿大張瑶啊 什麼公子省啊 還有這個美國的強國反賊啊 銘先生啊 都是第四類人啊 難得少見 那更多論到海外的人啊 是卡在第2個階段 跟第3個階段 你問我去世界這麼多國家 跟那麼多大V 跟那麼多 所謂的反共網紅合作過 有沒有人卡在第3個階段 有 是誰 我不想點破 所以你看王志安說他自己是自由派嘛 然後被別人說他是反共人士 但他真的反共嗎 他在推特上都是在罵反共圈 他曾經發過一張圖表 自詩 自己跟BBC啊 路透社啊 美國之音啊 德國之聲啊 彭博社 一樣中意客觀 然後他還把自己放在C位 然後他還有發過一張啊 趙家人罵民運罵台獨 罵這個反共圈 結果反共圈又在罵 王志安 結果王志安他自己又放在C位 所以從這個邏輯你可以看出來 他忠心思想 認為民運跟反共圈比不上中共 所以他是這樣一個地層的關係 沒關係我用貶低自己的方式去拉抬中共 反正我還是在C位嘛 對吧 而王志安擅長的洗地套路是這樣子的 你們也知道中共不好 那沒關係我也不會去說中共特別好 我不走這一套啦 我就是怎麼樣呢 貶低反共人士 貶低歐美日韓台灣 例如他就會說 你看台灣的民主像個秀 兒戲一般啊 玩半家家酒喔 那他這個論述不跟小粉紅一樣嗎 台灣選舉亂七八糟啊 你們選舉跟選班長一樣 對吧有看過我這個直播辯論的小粉紅有講過類似的話對不對 然後呢 還有一種 邏輯是這樣子 你看啦 這個咱們中共啊有什麼 唐山啊 鐵鍊女啊 有這個 旗蓋啊 很窮啊 但你們歐美台灣不也有流浪漢嗎 你們不也有這個 超派鐵拳嗎 所以 民主是真的好的嗎 那我這裡只是舉這個邏輯的案例 然後反共團體或是反共網紅的部分 他們就會說你看他們都是很low的啊 我央視記者 我跟這個路透社彭博社一樣呢 他們是什麼 他們學術含量比不過我 我在央視當過記者呢 那這套其實很吃中國人 因為那種369等的那種觀點很吃中國人這套 所以他們那些人啊 不是支持台獨的反共中國人 不然就是跟大紀元法輪功有關 他貶低的那些人 或是有跟他們合作過 所以啊 那些人通通不可信 只有我王志安 最可信 我來說一下法輪功啊 不管他是什麼功啊 氣功 龜派氣功也好啦 我接觸過這個法輪功或是大紀元的網紅跟他們的記者 都是很尊重我們台派跟台獨立場的 並沒有仇視或是敵視或是講話讓我們感覺到不舒服啊 雖然我也知道他們有一種 華統大一統的思想 他也不會讓我感覺到 我仇視你為什麼台灣人要台獨呢 台獨會A4的你知道嗎 也不會去那種威脅啊 或是那種情樂 不會 再來大紀元雖然有時候會做到 不查證 就報導出來了 甚至有時候真相還沒明朗 你就造謠帶風向反共 這個確實很令人詬病 因為我也有發現 譬如說明明是三年前的這個中國惡性事件或是中國人民抗議 你把它拿到了 現在 去放 但是因為為什麼我知道 因為我以前做過這個節目 我想說靠 這不是幾年前的嗎 你為什麼拿出來 現在放 所以呢 是不是你們的 駐外記者太多了 沒有查證就丟 然後你們也沒有去審稿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們這個系統要檢討一下 你們培養人的這個記者的數字要檢討一下 但如果不是的話 你們確實 這樣也很不妥 對吧 但是相比中共的惡來說 你覺得能比嗎 你各位覺得能比嗎 不然我問問你各位啦 大紀元跟法輪功破壞了幾千萬人嗎 造成了文革大饑荒三反五反 鬥地主嗎 發動了8964嗎 當然有人會說什麼 法輪功以前在中國 鼓吹人去S對不對 那我想問一下 現在全世界都有法輪功 歐美之韓台灣都有 有沒有看過傳出法輪功在台灣S的消息呢 明擺著就是中共找來抹黑給錢的演員 反正爛命一條 中共會給錢照顧我的家人就好了 香港反送中中共不是也請演員去演戲了嗎 而更何況是在那80年代90年代的生活條件 多少人為了錢願意做這種事情 所以他跟著中共的論調去打擊大紀元跟法輪功 而且王志安批評大紀元跟法輪功 還有那些反共團體的 還有反共網紅的力度 是比批判中共猛烈千百倍 你說他是反共人是我根本就不相信 我覺得這樣比喻好像也不對 因為王志安沒有實際意義上批判過中共整個體制是爛的 要換掉中國共產黨 他也沒說過這種話 當然你現在要說也可以 非常歡迎 他罵的都是那些反共團體 什麼文昭 共治審 小翠時政 台派 台獨之類的 那這次 曹董舉辦了華人民主觀選團 我有參加一場參會 我也是認識了很多這個 海外反共的網紅 結果王志安自己打電話去找 裡面接洽人的這個黃社長 嗆聲 大致上的意思就是 為什麼你不讓我來 我百萬網紅 我誰啊 王志安 你想吃我的超派鐵拳嗎 結果被嗆回去 灰頭土臉的 自己 花費 來台灣 還有啊 他擅長的一個招數就是 當別人貼出他舔共的言論或是一些片段 他就會耍寶 說一個更扯的謊言 來掩蓋掉 試圖襯托出 你也是在說謊 例如他就會說 對啊 我上週還跟習近平吃飯了 這個月他準備打了十幾億的大外宣的美金費用給我呢 然後呢 讓他的粉絲來嘲笑 你看 你說的這個言論 很荒唐對不對 對啊 因為他質疑我嘛 他覺得我舔共嘛 所以啊 他也是在說謊 我也在說謊 大家都在說謊 所以這件事情不存在 利不厲害 厲害啊 高啊 你說他恨共產黨嗎 是 他確實恨 他恨的是 自己不是上位的 共產黨 我看他推特看了兩年多 我從他身上可以看出來中共的關係 台灣人真的有時候 不要被他這種包裝給騙了 畢竟台灣人沒有經歷過這種 社會教育跟社會文化 幾千年的宮廷鬥爭 或是說我們有些人的祖先 已經到台灣幾百年了 遠離了那種文化 當然國民黨來台灣之後 有段時間也文藝復興的這種文化 對吧 但王志安這種人啊 就會把民主政黨那種鬥爭 說成中共那般的鬥爭 請問有可比性嗎 李克強清鋼 解放軍政府司令 中共國防部長哪去了 身上的死對頭太子幫那些人 哪去了能比嗎 拜託啊 所以啊 台灣人不要把反習 當作是反共 兩件事情 你反習不一定反共 你反共還是有大一種思想 那你有大一種思想 你還是想要統治台灣 你還是想中國跟台灣 我們是所謂的同一個國家 那如果你不尊重我們台灣人的意願的話 那你不是 也是另外一種共產黨 你也不是一種強迫嗎 那這是民主嗎 這不是吧 通常這種人啊 是想等習近平倒台之後 回去中國撈油水撈好處 他也可以說你看 我在海外長了這麼多粉絲 我長期反習 但我效忠這個體制 我效忠中共這個體制 因為中共這個體制可以讓我賺的盆滿博滿 比我在外面做這個大外宣還賺的更多 所以讓我回來做做觀察的 讓我享受這個人像人啊 還有惡奶村的滋味啊 你看王志安的這些 對女性的言論啊 他當上官他不會有 幾個惡奶村嗎 反正那些海外被我洗腦的觀眾啊 很大一部分會被我拉回來啦 對吧 反正現在也不是聖上的時代啦 你只要不要走得太盜時逆施啊 我都可以拉的回來 共產主義優越啊 民主國家爛啊 那這些人遲早會被再洗回來 愛黨愛國的 王志安還嗆啊 他連共產黨都不怕啦 怕你民進黨 還說要來台灣設立公司 天天罵民進黨 跟台灣那些迫事 我想問你一句話啦 你連共產黨都不怕了 你怎麼不回中共國北京 去設立公司呢 就坐落在中南海附近啊 天天跟中共罵 看著習近平那個窗外去罵他 不然你也可以選在這個 毛主席紀念館附近 看著毛主席罵 所以你 你就是壞嘛 你心知肚明嘛 你欺聲怕惡嘛 那我想說的是 很多人會說 為什麼有些節目啊 不做這個 審查 就讓這樣的人上節目呢 我想說啊如果沒有爆發這件事情啊 我應該也沒有機會跟大家講 因為我講了可能大家也不信 這不就跟Jack詐騙一樣嗎 在他火火熱熱的時候 沒有自爆的時候 講出這種話 他是在搞詐騙 誰信 沒有人信 Jack騙過我們了 我現在王志安了 以後還會有誰呢 其實還有一些人啦 但他現在還沒報 我也不想講 等他報了 我再講 因為他們現在還沒報 我講的話 大家會覺得 李八九又造謠啦 李八九怎麼這樣 小人之心 躲君子之父呢 所以等他自爆我再講吧 我真的說啊 很多台灣人在這件事情沒有爆發之前啊 也都是不知道王詹這個人啊 甚至在這個留言區底下 一堆人是覺得王詹他是個反共勇士 所以 大家都看不清楚了 你能奢望 其他人可以看得清楚嗎 很少 除非他真的 像我一樣 長期關心中國議題 專研中國議題 不然真的很少 畢竟啊 我們台灣人啊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抱持著人性本善的態度 與人交往 社會氛圍大部分是這樣喔 我不是說全部啊 我身邊一些第四類的反共網紅啊 會跟我講 關於王志安的一些想法 還有說為什麼 到現在還沒台灣人出來講 都是我們在講 對 這問題就是 他在台灣還沒 還沒自爆之前 我們講是沒有用 包括 你們也是在講對吧 你們受眾也是有台灣人啊 也沒什麼台灣人的信呢 因為他還沒自爆 我節目也常常邀請一些來賓啦 說這個台灣人有時候不要天真善良到不設防啊 中共大外宣的形態會一直升級 明年啊 我相信中共大外宣會升級成不同的模式 那我們又要升級破解的方式啦 就跟電腦病毒一樣 對吧 像這個Jack詐騙台灣人啊 結果後來被大家發現 他也是一個大一統思想主義者 他也是看不起台派 看不起民進黨 但是啊 捐款給他大部分的人啊 又都是台派 就跟這個王志安一樣 逼個一個揪出來 說不完啦 大家學會分辨這是最重要的 根據這個新聞報導 王志安違反 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從事觀光活動 許可辦法第16條 還有第8條 說現在要廢止他的 入境許可 未來5年啊 是不可以來台灣觀光的 那這個法條啊 是針對拿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人啊 所以如果你是拿什麼加拿大護照啊 澳洲護照 美國護照 是沒有這個問題 畢竟我們是敵國關係嘛 還是要有所謂的民主防衛機制的法條存在 但是大家也別高興的太早 王志安用自己的公司名義啊 發文邀請民進黨發言人 對不對 那王志安上面寫的是什麼東京風行 新聞社 是什麼東京風行社 但根據啊 我們的好朋友 波特王好帥提供給我們群組的線索啊 這裡感謝波特王啊 不愧是日文系的 大家記得多多訂閱他 那他找出王志安在日本開的公司叫做 東京風行諸事會社 那這家公司是2020年12月15號註冊的啊 那而王志安也是當年 潤去的日本 而公司登記人是松本林 那這個人是誰 不知道 那王志安其實有兩個辦法可以拿到日本的護照 與日本人結婚滿三年 並且也居住滿三年 所以啊 如果他是有結婚的對象的話 那他估計快拿到了 真的快拿到了 那另外一個條件就是 35歲以上 在日本工作 至少三年並且定期的繳稅 就有資格取得日本國籍 那當然你滿足這個條件之後 你還是要經過面試的啊 日本的外語N3的檢定能力啊 還有日本政府也會對你的身價背景做一些調查 你都通過了 才能拿到國籍 我們家屎王志安啊 日語很強 工作一切順利 那他真的是很快今年啊 或是明年 就可以拿到日本國籍了 所以他很快就可以來台灣了 因為他是日本人啦 這個法條對他不適用啦 他拿到新的護照他可以來啦 現在這個事情啊 傳回日本 日本啊 有議員 也知道王志安這個事情啊 他也知道王志安要申請日本護照 所以他會去日本的政治界 呼籲 未來要對這個人更加嚴格的審核跟審查 而台灣人如果認清了王志安啊 其他海外的部分還是要請各位反共權的人 多加留意啊 畢竟反共不是只有台灣啊 或是海外反共人士的事情而已啊 只要中共還在 影響最大的 其實還是台灣 說句難聽一點 所以台灣人其實最要關心的是 就是這件事情 雖然他如果不能進入台灣 但是他在網路上這樣繼續影響海外的反共權 遲早還是會反噬回來 影響我們台灣的這個 認知作戰 而且他也會影響海外華人圈啊 對於台灣的看法 對吧 而台灣人啊 在經過他升級的認知作戰之後 可能沒幾個月又要被他洗回去啦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想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有小姐的 拜拜 拜拜